哈囉,大家好,我是魔王光 今天來和大家分享這一次 終於我們可以在九旗冷的任務中 把八重繩子卡在神音書下 這裡稍微示範一下 免得有人不知道 還沒有解劇情的時候不知道 你看我們這樣就可以把八重繩子卡在這裡了 直接召喚在這裡 之前如果想要卡八重繩子的話 就必須是透過雷電將軍的傳說劇情第一幕 然後最後一段八重繩子會卡在這裡 可是我們為了開啟雷電將軍的周本 必須要解第二幕 所以基本上還是卡不了的 必須要繼續進行下去 但是我們這次可以透過九旗冷的任務 我們就可以直接把八重繩子召喚在這裡 直接藏住在這裡 然後這裡都是顯示可以與八重繩子對話 那如果你有什麼特殊的 需求嗎 比較特殊的癖好 你可以選這個 神社之行 就會變成說你要前往 名神大社和八重繩子抱歉啦 反正這兩個就是可以讓八重繩子卡在這裡 我自己是對八重繩子沒有做什麼虧心事 所以我就選這個 一日巫女這個 與八重繩子對話 好 好 這裡停止追蹤 停止追蹤的話就不會顯示了 好 那這一次的分享呢 就收到這裡 那相信有做過九旗冷傳說任務的 九旗冷邀約的任務的人 應該都知道這個 但我相信這個畢竟是剛出嘛 這九旗冷是這次2.7版本新出的劇情 我相信很多大部分玩家還沒有解還不知道 那這裡呢 就先來跟透露一下 這個劇情是可以讓八重繩子困在這裡的 那如果你跟我一樣也是八重繩子的這個粉絲啊 你是八重繩子粉絲的話 我相信你應該也會想要把八重繩子困在這裡 就畢竟這是神音樹下嘛 少了八重繩子就少了一點味道嘛 對不對 那我相信跟我一樣喜歡八重繩子的粉絲 得知這個原來九旗冷的這個邀約事件呢 是可以觸發 就是讓八重繩子困在這裡的這個消息呢 就趕快分享給大家 那影片呢 這個這部影片視頻呢就到這裡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那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謝謝收看